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缝完了以后 要水洗 水洗的后处理 那一般你可以在水槽里面做 那水槽里面有水呢 你可以用 我是用洗碗精 或者是洗手的也可以 或者是如果是都是毛料的话 我会用洗髮精也可以 我会把它放进去以后 那注意呢就是如果你的线 你不确定它会不会掉色的话 你可能要把深色跟浅色分开做 分开洗 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放进去泡了以后 会让它的 所有的筋线跟尾线 这些线本来是很绷紧的 它会慢慢的吸收水分以后会松开来 那我现在还有空间的话 我会连另外的也一起进去 那后处理呢 在国外有一些 有些人呢 他是直接拿到洗衣机去洗的 然后甚至于烘干 那我是比较喜欢是用手洗的 那我们这没有特殊要什么让它缩容的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让它泡水 让它充分的这个吸收水分 然后线会展开 但是不要用力去搓它 或者是拧干的 像这样的话是比较不好的 如果说你要用洗衣机洗的话 我会建议你是装在洗衣袋里面 然后再去洗 那我们现在先让它泡一阵子 我刚刚已经换了一次水了 所以大部分的洗衣剂都去掉 大概一半以上 那我的水的温度呢 不需要特别有什么 就是常温的水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 现在就是要把清洁剂把它慢慢的 就是多换几次水 让它的这个清洁剂把它弄掉 那基本上我是 就是禁用是平的 你可以这样捲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不要去很用力的去搓它 因为它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现在我们只是让它的线 肌尾线呢 让它舒展开来 然后还有我们穿肛扣的时候是 你这个密度的话 穿两根一根 两根一根 两根一根 所以它的筋线有的地方 会密一点点 也会比较松一点 那如果水洗以后呢 它就会平均了 那这个长爪揉的话 我就会比较容易 我就会比较容易 就比较容易 你可以把它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没有关系的 好 稍微挤腰那个水 这样是ok的 因为如果你压折的太厉害的话 它可能会以后很难把它弄平 假设我们现在都弄好了以后 弄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去脱水 那你的洗衣机通常都可以设定 就是你可以选择只有脱水这个行程 然后呢 就脱 以我现在这个的话 我会 我会尽量脱不要太久 那如果说你的布 你觉得某些织法可能太松散的话 你担心的话 你在脱水的时候也是可以放在洗衣袋里面脱 就是把它折叠好 然后放在洗衣袋 然后脱水 这样也比较不容易变形 好洗完脱完水以后 它会有一点皱皱 所以先把它 摊平 然后我们就马上要来烫 如果你脱完水 你也要尽快的拿出来 不要放在洗衣机里面 因为潮湿的时候 它在 你不处理它干了以后 就会是湿湿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马上来烫 也不要晾干 直接 现在就要 就是从洗衣机脱完水拿出来之后 马上就要烫了 那请你要用蒸汽运动 运动 然后调到适合你的材质的温度 如果我现在这边有马也有牛 我就调到最高的马 那烫的时候呢 烫的时候 我们可以要定那个形 有些人 有些人的作品 他手织的作品 比如说是挂饰或什么 他们就不一定是有洗的 比如说用醉织织出来的一幅画 他会是喷撕了以后 然后呢 在一个板子上 把它按照你要的那个形状 比如说这边会有点比较不那么长 你就要把它拉开来 然后钉在一个板子上 然后让它慢慢干 然后它就会定型 那我们现在这个不是 我就不用 不用崩的方式 是用烫的方式 但是在烫之前我会稍微整理一下 烫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 你的染料会不会掉 然后会不会把你的熨斗弄脏的话 或者是说你怕你的熨斗的温度 会不会破坏你的制品 因为我看就是大家 有些人用的是化学纤维 化学纤维比较不耐热 那你的熨斗的话 温度不要调到太高 比如说调 刚刚会有蒸汽的那一个蚕湿 那你可以垫一个 有些人会垫毛巾 那我觉得应该像这种厨房纸巾 拿来垫 拿来垫这样是可以的 我们烫的这个过程呢 是要让它整形 而不是说要把它烫到干 事实上 因为我知道三马行的线不会掉色 所以我通常就 就运斗直接就 就烫 就直接接触这个布 一般我们烫衣服都是 就是要走金线的方向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个 比如说这个Overshot的话 它的尾线 有比较浮比较长的 然后我烫这个方向的话 比较不会把这个尾线 图在上面的尾线把它 就是会卡到 那大家有注意到 我这个线头都还留着 因为有些人很在意 就是说你的布 就是剪下来的那个线头 好像会看到 那可能你最好是 就是洗完以后 烫了以后 然后再把它 剪到非常贴的位置 那如果说你已经都 在织布基上的时候 已经事先剪好 再去洗的话 这个会有一个情况 可能它的 本来刚剪是刚刚好 可是水洗的话 这个线是会动 筋纬线是会动的 所以你本来 那个线头的位置是很好 刚刚剪的刚刚好 但是它可能 洗完以后 那个线头又溜到背后去了 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 就一律是 洗完烫完以后 再修这些线头 烫完的话 我们就放到一边去晾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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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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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